這一款而且我覺得它穿起來就是有那種有點小名媛的感覺 沒錯 對然後顏色的話我覺得很好看 它是那種很柔和的杏色 灰杏色 對然後呢因為像這一種外套的話 我剛剛就一穿我就說 欸有用這個扣子 就是它是做包扣 我覺得就很適合像這種毛毛的東西 就是會比較貴氣一點點的話 就是會做包扣 那之前的話可能是做那個 那種就是比較休閒也可以的扣子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做包扣的話 它就是會比較貴氣一點點的感覺 這個很輕巧但是又是 欸是幾%羊毛 這是100%羊毛 所以它的話就是保暖度是非常夠的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包扣都做得很好看很漂亮 對這個是仿真毛 這幾天其實台中也很冷耶 沒錯 我都要穿就是那種羊毛外套之類的 對然後像這種它的毛 然後毛就是非常的柔順 是仿真毛 這個是非常柔 很舒服的那一種 對然後是可以拆 對仿真毛 對所以不會殘害小動物的 對然後非常舒服 就是已經是很像的 然後就是很舒服的 對它是可以拆 它可以拆耶 整圈可以拆 等一下可以拆掉給你們看一下 沒錯 很好看耶這個 而且它的長度也算是比較 好這算是中長度 中長度吧 它這邊也有做一個這個扣環的設計 對然後可以調整 嗯毛毛是可以拆的 我等一下會把它拆掉 拆掉也很好看 就是會比較休閒一點 對就不同的感覺 對然後這一款是 WK25 限量的喔 限量只有7-7 對然後後面也是有做我覺得就是它這一條那個線的 對會比較扁身的感覺 對就是它也是屬於就是穿起來會很瘦的那一種 對然後它是連袖的設計 然後是整個包扣 它前面有兩個大口袋 然後我覺得這個中長度是 嬌小的女生或是高個子的女生穿 都很合適的 就是不挑那個身高穿的 不挑身形 很好看耶 而且它穿起來好瘦 你看側面是超瘦 很修飾的那種感覺 對而且它的肩線的地方沒有挑走 我先把它扣起來看看好了 好 欸扣起來也很好看耶 我覺得重點是因為它穿起來是很瘦的 但是又是100%羊毛 你們知道羊毛成分就是會特別的保暖 其實這個顏色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算是很白搭 然後就是比較柔和的那種感覺 對扣起來 欸這件扣起來真的超美 因為它我們是整個就是做包扣 因為我覺得今年還更流行包扣 然後我們這裡有手工的縫線 就是整個是很 就是真的超好看的 我那時候看到我直接 我直接也嚇到 因為我覺得超美 而且它是有一點比較蓬鬆 它不是那種稀稀叔叔 你們知道那種吧 對 因為它這個裡面還有就是 我們就是還有做那個撲棉 稍微微撲棉 所以它的毛量看起來會再更蓬鬆一點 這個不現身型喔 外套很輕 這件很輕 我覺得很輕 它是0.8公斤 真的很輕 手工羊毛的 手工羊毛的 非常的輕 很輕喔 但是100%羊毛又很保暖 這樣子我就把毛毛拆掉 就比較休閒一點的感覺 這個領子也很可愛 而且這也是有一點那種 比較 也是我覺得也是算比較有一點點 女孩子的那種感覺 對 比較有氣質的風格 氣質款 然後這一件的長度是82公分 所以你是嬌小的 或是你是高個子都可以 都OK喔 對 然後你今天想要休閒就可以穿這樣 然後想要貴氣一點就可以搭毛毛 正式場合可以搭毛毛 這樣真的很好看耶 而且它這個雖然說是偏休閒一點 但又沒有 呃 之前的款式又又更休閒的 所以這個也算是比較 也是可以比較正式一點的這種 因為它是這種小領子設計 所以我覺得也是可以比較正式溫柔 女生一點的感覺吧 搭裙子也很美 對 你們也可以這樣搭 如果你是平常喜歡穿的比較女生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你這樣搭會很好看 對 然後或者是像綁起來的話會更有躍身 這樣的話我覺得搭裙子類的也很美 對 可以這樣子搭 這樣也好看 這個外面沒有 然後你等於說你買這件有兩個長搭方式 對像這樣子配就是整個超有氣質 嗯 真的很好看耶 很好看 然後袖子的話其實它是可以調整 就是你可以切扣 喔這可以變成比較緊一點的也可以 對 或者是 對 就是你鬆緊這是可以自己調 因為它是有兩個小包扣 對它有小包扣 沒錯 就可以自己調整 質感100沒錯 真的這件質感非常好 一定要買這件外套很高級耶 對超有質感 對 這樣就比較貴氣的感覺 像這樣搭那種半裙式的那個長裙 其實也很好看 對 可以的 對 或者是就是剛我們 剛才我們搭短裙 或者是像那種白褶 或者是像那種裙子類的都很美